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心今日的新闻临时差 2015年转眼已过 新的一年已经展开 2016年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呢 展望2016年 新闻临时差为了预测以及观察 去年年底的反恐声浪不断 这也预示着2016年叙利亚 以及野门也许会产生更多的悲剧 难民不断地流入欧洲 造成了欧洲经济政治的恐慌 间接导致了 全球局势的动荡 希腊脱欧 美国西部还有中国东部的干旱更加的严重 各国合作的破局 沙烏地阿拉伯以及伊朗断交 不过要是从乐观的一面来看 事件还是充满希望的 在2016年 世界上的战争有机会减少 然而南北韩虽然还是没有办法统一 不过欧洲的地中海岛国 塞浦勒斯却有机会结束分裂的局面 美国还有联合国大选 都有机会选出第一位的女性领导人 在新的一年 科学也将会告诉人们更多关于自然 还有宇宙的奥秘 非洲的出生率将会得到控制 世界上将不会出现110亿的人口 资源能够得到稳定的分配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美洲两国各自在2016年 所迎来的机遇还有挑战 白宫之战已在媒体中肆虐数个月 在选民之间也渐渐开始发酵 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结果将对世界局势产生莫大影响 在这场选战中看似愚蠢的共和党候选人 商业大亨川普 余卡森博取了许多媒体版面 这股繁体制的浪潮似乎比专家预料的更加强壮 呼声最高的希拉蕊面对党内左翼挑战者桑德斯 对于她电子邮件问题时的指控表现出有弹性的应对方式 但她的脆弱与桑德斯的民粹倾向同样令选民担忧 但希拉蕊的参选也让美国再次盼望着第一位女总统的到来 2016在中国意味着猴年的到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时也将上任届满三年 在这几年的执政生涯中 习近平被认为是几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 他着手恢复中国在世界中的敌位 追求更加大胆的外交手段 试图重塑中国在联合国中的角色 但在2015的股票市场崩盘 天津码头大爆炸种种重大危机 也暴露了政府管理缺失 成为2016的政府管制压力 看完了美中两国各自的契机还有挑战之后 接着把目光转到2016年的欧洲 2016年英国或许正打算离开欧盟 英国首将哈麦隆在2013年发表讲话时表示 如果赢得了2015年的大选 将会制定与欧盟关系的新原则 并且举行公民投票 让人们有机会决定是否离开欧盟 由于英国并非欧元区国家可以发行独立货币 对其保持出口竞争力有利 拥有自主的财政政策 但这也使得英国难以真正处理欧洲事务 2015为欧债危机的关键时期 各种利益分歧明显 英国正在逐步丧失其在欧盟中的地位与参与权 这出欧盟短期内对英国是有利的 英国能省下每年需缴纳给欧盟财政的 80亿英镑 约87亿美元 支持脱欧者表示 90%的英国经济与对欧盟的贸易无关 但仍受欧盟规范 摆脱欧盟将使英国许多中小企业不受钳制 就业机会可能增多 但从长远来看 失去了欧盟成员国的资格 英国难以依托欧盟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将大打折扣 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 有50.1%的英国民众赞成举行共同 21%表示反对 而只有不到半数 不到45%的民众认为 留在欧盟有利于英国的发展 而34%的民众持相反意见 而多数观察家认为 卡曼隆不会拖延公投举行时间 由于德法将于2017年举行大选 届时两国将会释出利多 引览英国续留欧盟 恐影响公投结果 故预计将于2016中举行共同 到底英国会不会离开欧盟 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在欧洲另外一个焦点 就落在了俄罗斯 叙利亚的内战 俄罗斯空军遭到土耳其击落 乌克兰还有乌克兰叛军之间的打打停停 复杂的国际关系 使得普京第16年的总统任期 充满着扁出 2016年在普京的美好蓝图下 俄罗斯战机应在叙利亚横扫反抗军部队 而西方国家可能会勉强接受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留任 并且结束由克里米亚问题导致的一系列制裁 牛家攀升 卢布汇率呈现稳定状态 一飞冲天的支持率 普京在秋季登场的国会大选也将得到胜利 反对的一方可不这么乐观 认为国际在叙利亚问题后四分五裂 无法取得共识 而西方列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延长 经济一路衰退 失资薪资下降 物产阶级起身 发动抗争 在2015年尾时 长途卡特斯基的罢工也反映了这种预测 事事可能会介于两者中间 普京在2016年之后的作为 将会影响到2018年时的总统大选 而他是否能继续留任 则取决于三大要素 油价、国际关系与他的个人健康 由于国家的一切 取决于金字塔顶端的个人手上 俄罗斯的未来难以预测 那么2016年的体育圈 又会有什么样的打势呢 巴西里约热内奴的奥运即将得场 巴西在2009年夺下了奥运的主办权 全国上下是洋溢着乐观的氛围 认为巴西将会跃升为世界强权 并且伴随着基础建设的改良 以及经济起飞 可惜天不从人愿 除了场馆建设进度落后 奥运工程的贪腐 还有经济暴跌 也让巴西的民众是大失所望 奥运馆场的设置 也引发了国际的疑虑 仅仅容下500人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也担心 会造成排队的问题 俄罗斯运动员使用禁药事件 更引发了运动界的一片哗然 世界反运动禁药机构 公布了一份长达300多页的报告 控告俄罗斯 摄入大型的禁药丑闻 并且呼吁相关单位 不要让俄罗斯参加 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鲁的奥运 俄罗斯说 要重返2016奥运 可说是难上加难 而2016年的大事又何止这些呢 未来可以预见 但不可预测 新的一年 新闻临时差将会继续为了 追踪国内外的大事 聚焦世界背后的 尖点滴滴 希望您能够兴趣关注